中国男孩遇到外国美女,眼睛都看直了 临走前,小胖还不忘向美女献殷勤 金发姐是小胖家的新邻居 初次见面,小胖爸爸就闹了个大笑话 胖妈只能尴尬地陪笑 而胖妈为了和白人邻居搞好关系 做了一份最拿手的臭豆腐 可邻居们却一脸嫌弃 说闻起来像便便一样 胖妈很是失落 不仅回想起在国内的快乐时光 小胖的学校也处处受到排挤 因为没有穿桥单鞋 遭到了同学的冷嘲热讽 和这倒霉的三人比起来 弟弟却混得风生水起 还没几天,又换了个新女友 作为哥哥小胖,心里说不出的羡慕 他决定做出尝试 改变在同学心目中的印象 很快小胖的机会来了 这天,妈妈正在和金发姐聊天 看着如此美丽动人的女性 小胖再也按捺不住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晚上,胖妈到金发姐家做客 见她大口大口吃着臭豆腐 胖妈感到无比欣慰 决定和她成为好闺蜜 可就在这时 胖妈突然赶到她家 不由分说就把胖妈拉回家 并神秘兮兮地告诉她 所有邻居都讨厌金发姐 因为她曾破坏过别人家庭 如果继续和金发姐来往 他们就会受到邻居的排挤 进而影响餐馆的生意 胖妈只好妥协 决定和金发姐划新界限 第二天社区派对上 金发姐果然被全体邻居孤立 她只好找到胖妈 希望能陪她聊聊天 却遭到胖妈冷漠地拒绝 金发姐瞬间明白了一切 只好拾去地离开了 这时,小胖再次找到金发姐 给她表演了个无聊的魔术 胖妈和邻居们登台表演节目 她突然注意到 金发姐正孤零零地吃着臭豆腐 全场只有她喜欢自己的厨艺 胖妈终于鼓起勇气 她一把抢过麦克风 胖妈天来般的歌声 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胖爸也借此机会 宣传自己的餐厅 只剩小胖失落的坐地上 金发姐主动找到她 表示自己作为胖妈的朋友 愿意给她一个 在同学面前炫耀的机会 小胖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可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遭到同学的报复